家人们平安 平安 感谢主我们又见面了 真的是非常喜悦 每一次的见面都是感恩 是的 我们今天有特别的日子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最近一系列的讲题 都是关于到改运 改命 算命 化命 还有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这个 风水能改运吗 能改吗 然后我们收尽能结额吗 所以这一系列就是要告诉我们说 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呢 我们真的是需要神 不然我们就一生就是活在 那个惧怕的当中 我们最近也是 去年我们也是有位 一个家庭 他已经是信主了的 但是他们仍然 抗风水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多东西不明白 以致我们做错了 我们得罪了我们的神 因为我们没有找 我们最高的神 我们的上帝 来 祝福我们的生活 我们对祂的不认识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因为对祂的不认识 以致我们得罪了神 然后呢 我们自己无形中呢 也介入这个灵界的增长 所以 等一下我们会请 威力弟兄为我们分享 他过去也是对这一方面 介入很多 各方面的 不管是 风水啊 不管是 他也是一个毛山大师来的 这个毛山大师这个东西 我们要下一次才讲 因为他的生命里面的经历是太丰盛了 所以今天只是讲他 另外一部分 他太多的经历了 所以以致他今天 他可以来见证神的名 我们为今天的 信息来祷告我们去开神 哈利路亚 主 我们谢谢你 我们赞美你 主啊 我们知道你是美善的神 主你永远是要把最好的给我们 但是我们也求你赦免我们 很多时候我们不认识你 以致我们会 寻求错的管道 主啊 我们今天早上 求你再次开我们的耳朵 开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能够听见你 让我们能够更认识你 主啊 好叫我们知道 我们所信的神 是又真又活的神 主啊 我们宣告一下的时间 求圣灵你完全的来掌权 你来充满我们 给我们一颗受教的心 来听你的话语 主 我们仰望你 谢谢主 一切拦住我们的 求你都为我们挪去 主啊 我们纯然的 向你来降福 感谢主 祷告 奉耶稣基督 得圣的名 Amen OK好 我其实有一件东西 我忘记报告 我有一个补充报告 Sorry 打拆一下 本来我们今年3月 我们会有一个财政报告 一年一次的财政报告 但是因为我们有一些的 财政是已经预备好了 但是因为我们的 我们的auditor 有一些 因为现在很忙 事业就要做 交那个什么 所得税什么 比较忙 所以我们延迟到 大概可能6月才能够向大家报告 教会的财政 整个整年的account 我们很感谢神 我们的母会的一个弟兄 他愿意付了10多千 为我们付了10多千来查我们这10多年来的account 我们也感谢主 我们的account 我们要感谢我们的 明弟姐妹她做的account 是非常的清楚 一直每一个的账都很清楚的 所以我们要感恩 所以 很坦白告诉大家 我们的账是都是很清楚的 所以这个6月我们才会 跟大家报告这个账务 所以希望大家到时候我们要报告的时候 你们可以都留下来 来听一下我们最近的财务状况 谢谢 好我们回到这里 所以今天要跟大家 我比较 这个要为我们效率 来帮我转一下 所以弟兄姐妹我过去有讲说 改运换运跟 改运换运 哪一个才是好 考一考大家 改运换运 听我讲改运换运好还是改运换运好 改运换运 改运换运比较好 OK 然后命运是天注定的吗 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命运是天注定的 但是要知道你是连结于哪一个的源头 当你 信了主之后 你在基督里重生了之后 我告诉你 你的命 注定是好命的 OK OK好 所以今天接下来再跟大家讲受惊捷恶跟这个风水大解密 OK我们来看一段经文我们回到这里 等下我们的威力弟兄呢他会跟我们讲算命 风水 改运 这些东西 他一次过功我从不解答到完 因为他是亲生经历的那一个的分别 然后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先 我今天我要不要注重在这里 等下他帮我 拦上一次过家 OK 好我们来读这一段经文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创造天地的主宰是谁 来我们一起 读好吗 来123 起了 到第7日 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成 第7日 谢了他一切的功 安息了 神赐付给第7日 定为生日 因为在这日 神谢了他一切 创造的功 就安息了 创造天地的来历 在 耶和华神 造天地的日子 乃是这样 也地还没有草木 天间的菜 树 还没有长起来 因为耶和华神 还没有降雨在地上 也没有人跟地 但有雾气从地上 疼 知嫩偏地 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 将生气吹在他 避孔里 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 名叫 亚当 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 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 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 从地里长出来 可以跃人的眼目 其善的果子 好做食物 院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 分别善恶的树 有河从伊甸流出来 滋润那原子 从那里分为四道 地道和名叫 比顺 就是 环绕哈非拉存地的 在那里有精子 并且纳地的精子是好的 在那里又有珍珠和 红玛瑙 等下 sorry啊 帮我压下一个好吗 ok好 名叫 基训 就是 环绕古时全地的 第3道和 名叫 西底节 留在 亚树的东边 第4道和 就是 亚 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 使他修理看守 耶和华神吩咐他说 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 你可以随意吃 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你不可吃 因为 你吃的日子 必定死 好我们读到这里 所以弟兄姐妹 当我们知道说当一个风水师哈 当他要看风 帮你看风水的时候 他是以什么 他是以时间 还有 他的方位 他的山脉 他的水师 来为你来定 风水 哪里缺水 他就帮你加一幅画 那个画有是有水有伤的 对吗 哪里缺伤 我们或者我们名字哪里缺水 就加一个山点水 哪里缺一个石头 就这样 所以风水师他也是这样子来看的 如果弟兄姐妹我们相信这个风水的话 我们为什么不追溯 这个水 这个山水 这个风水的来源地是从哪里来的呢 我们要 寻求那个创造时间 创造这个位置 创造这个山脉 创造这个水师的山地对吗 我们要来认识他 我们要来 与他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 我们要领受他 所赏赐永远的福乐 刚才我们读的那经文是不是很美很美呀 对不对 不论是哪一个环境都是最美的 因为神创造都是最好的给他 给我们 他所创造的人类 所以上帝为人类 预备了什么 风水保地 最好的位置 最好的时间 最好的 然后呢 上帝还 按照他自己的形象 上帝应该是最灵宅的 对吗 你们觉得你们自己灵宅吗 灵宅 灵宅 因为我们上帝是最灵宅 所以上帝又是按他最灵宅的形象来造我们人 对吗 所以如果你说我们今天还要看风水 我们是不是本末导致了 我们是不是被这个风水来 挟制了我们 本来我们很自由 我们住在哪里 哪一个方向哪一个位置 都是最好的 因为神 看他的创造是 美好的 对吗 所以如果 神他给我们治理这个全地的时候 但是我们还要说 看这边好不好那边好 我们是不是反而被挟制了 我们有没有这个治理权啊 上帝创造人类说 我把这个创造的 所有最好的 亚当 你来管理 是不是把这个治理权给了人类啊 但是今天如果人类还要再看风水 这边好不好那边好不好 这里是不是缺水那边是不是缺伤 我们反而是不是被神创造的这些东西来挟制了我们 我们有没有这个治理权啊 治理权在谁的手上 是这些伤 是这些水来影响了我们对吗 所以呢我们反而被还进来 限制了我们 弟兄姐妹当上帝创造人的时候 他把人放在这个伊甸园 把所有最美好的在那里 时间是最好的 因为创造天地之后 他 也 把所有最好的给我们 所以按照他的时间表 是最好的 他没有先创造人类 他先创造 这些的世界的东西 然后位置是最好的 因为是在东方 是那个水是 最好的 有几道河在里面 四道河 今天还在吗 看看地图还在的 OK好 所以呢 而且这些水流里面有什么 有珍珠有金子有红蛮老对吗 所以山脉地是水 形式都是最好的 然后在伊甸园里面有非常多的树木水果 可以结果累累的 所以上帝把人装置在伊甸园的时候 他要人看守 然后他给亚当 聪明和智慧来为所有的 他所创造的来命名 每一只动物来到他面前 亚当就给他名字 所以这个就是上帝给人类最好的 但是我们 人类就是因为 犯罪了 所以我们也知道说 上帝他有一个规则给人类 是什么规则呢 上帝说在这个伊甸园里面 放所有的你都可以怎么样 你都可以吃你都可以享受 因为我把最好的 风水保地给你们 你们可以在这里安居乐业 你们可以享受我所创造的一切 所以上帝要在这个伊甸园里面 跟人 保持那个 美好的关系 团契的关系对吗 上帝每一天 都来找亚当 亚当你在哪里对吗 但是 上帝 定了一个规则就是这里所有的 果子你都可以吃除了一个 是什么树不可以吃啊 分别三二树 所以上帝说 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 你可以水意吃什么叫做水意吃 想吃就吃 尽情的吃对吗 有没有限制的 没有能够吃几多就吃几多 只是上二树你不可以吃 因为你吃的日子你一定会怎样 你必定死 死是什么意思 死就是 隔绝了就是失落了上帝所赐给你的一切 的美上一切的福气 所以非常遗憾的我们人类就选择了 吃了那个的上二果 以致我们 最后 被赶出那个伊甸园了 对不对我们失去了 神给我们的祝福 所以从此呢神给我们的那一个 最美的地方我们就 失落了 所以当 亚当夏娃犯罪了之后呢还有一件事情呢 就是 亚当夏娃惧怕 那个惧怕就临到人类了 我们是不是很多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们都 有多少人当你防止你事情的时候你一定会跑来找神的 还没有人啊 很多时候我们 事情发生的如果我们还不认识神我们也会去找神的话 只是找不对的神对不对 找那些我们认为他是神的 所以惧怕就临到 这个亚当当他犯罪了之后 他就惧怕神 所以惧怕就临到人类 所以 人类就会因为惧怕 然后会想办法去 解决这一个的惧怕 所以就是我们讲到那个受惊解恶 受惊解恶我 我刚才才问 维利弟兄 到底我们马来西亚人 跟这个接触有多少 因为我很少接触这些东西的 但是我两年在台湾的时候呢 我走的大街小巷 因为那时候我到台湾 就是11号巴士就是靠两条腿走进去 去哪里都是靠腿的走路的 我看到很多的大街小巷都有 收惊 收惊 讲这么这样多收惊的吗 这么个个都可以收惊吗 很多人去大街小巷 所以我不知道马来西亚 对这个收惊 到底有多认识 有吗 孩子小的时候 要收惊有吗 收惊 可能老一派吧 我们新一派 我们新一派 我们新一派可能很少 吃药园 然后去问神 我记得一个姐妹跟我讲 如果他家里面有什么 害怕的东西 他爸爸就会去请 道士来他家做法 然后他每次都是吓到躲在船底下的 都是这样 所以这个是民间的宗教信仰 OK 这个一个活动来的 所以如果从医学来看 他好像是一个我们 一种心理上的一个 治疗安慰一下 平息我们里面的惧怕 但是如果从社会学来看 他是一个宗教 宗教的一个 与世一个活动来的 但是弟兄姐妹如果从 灵界的属灵征战来看 他是一个邪灵的势力 介入在我们的当中的 所以 如果我们请 请走小鬼 变成大鬼来 那个就是很麻烦了 很多人就是因为这样子 到处去找门路 去找 法师 帮他赶 但是有时候越赶 越大致 所以很难很难 所以等一下我们会听威力弟兄分享 所以弟兄姐妹到底我们 的惧怕源头 我们的惧怕的源头我们应该要怕的是谁呢 谁才是我们的施恩 赐福者 眷顾我们的神呢 我们的上帝因为今天我们认识了他所以我们知道 是上帝 所以呢 我就觉得我现在是应该是时候把时间交给我们的 威力弟兄 让他来跟我们分享 他过去在灵界上 各方面的接触 以致为什么他今天 会 找到耶稣呢 一定是有他的 经历我们把以下时间 交给我们的威力弟兄 谢谢美莲牧师 感谢主 各位弟兄姐妹 大家早上好 我叫伟丽 来这个蒲总 这一个 喜信堂 你们知不知道 弟兄姐妹 神很爱你们 你们知道吗 蒲总的弟兄姐妹 你们知道吗 为什么我会这样 我这样子来分享 因为 当我第一次来这个教会的时候 是透过我的一位 启蒙老师 就是郭成光 牧师夫妇 就来这里 分享 那个关于 一致四方 就来到这里了 所以我记得 那一天来的时候 经历很多的拦阻 我的车 几乎没有油 然后又差点 发生意外 很多的拦阻 那么我也很平安的来到当中 那么过后 就 透过那一天的那个 一致四方 过程过后 就来这边 为这边的弟兄姐妹 做一致四方 郭成光 牧师也带领了我们整个团队 来这里 服侍大家 对不对 这个是真的是 你们很蒙 很蒙恩 你们很蒙福 然后我会讲到为什么 所以今天 要讲这个见证之前 我在上个星期 日的主日就是 美联牧师 安利牧师的那个日子的时候 我在那边坐着敬拜赞美的时候 哇 圣灵的同在 那个氛围很强烈 我来到这里敬拜赞美 那个眼泪是一粒一粒流的 一粒一粒的流 哇 神很大的那个 启示在我里面 那么当今天我五点多起来的时候 我就准备开始祷告敬拜的时候 我开始祷告敬拜的时候 就突然间有一首诗歌来到我里面 他那首诗歌就是 当这首诗歌一充满我的时候 当这首诗歌一充满我的时候 我早上的那个清净神的过程中 是一直眼泪在流的 神透过很多的画面 一直让我看见很多我的过去 我相信神有很多的话 要对你们说 所以我一直敬拜赞美 祷告到八点多回家 准备好了过来 这里 当我坐下去这里的时候 当你们在祷告的时候 我的眼泪又是一粒一粒的在流 所以神 真的特别爱你们 普总洗信堂的弟兄姐妹 阿们 我们大家一起说 神爱我们 所以我记得 我在哪里经历到耶稣的 大家懂吗 我是在普总这个地方经历到耶稣的 耶稣在普总 跟我显现就是在普总 所以我来到这个地方 有很多的这一些圣灵的很大的这个充满 所以在四月的时候 我会更详细的讲我整个的生命的过程 所以今天我的分享 我要分享的时候 我们大家把手举起来 我们来做一个祷告 诗篇第63篇 神啊 你是我的神 我要切切的寻求你 在干旱 皮乏无水之地 我可想你 我的心切慕你 我曾在圣所中 曾如此的赞扬你 为要见你的能力 和你的荣耀 主耶稣我们同性的仰望你 你是我们的智慧圣洁和公义 你是为我们作战的主 感谢你率领我们在基督里 常常跨胜 赞美耶稣 谢谢耶稣 耶稣做王 耶稣掌权 耶稣得着一切的荣耀 耶稣是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阿们 我们派掌把荣耀贵给耶稣 阿们 所以我们讲到这个风水还有算命 就讲到从我开始很小的时候 其实我听我妈妈讲 我在出世不久的时候 因为 我是双胞胎 我出世只不过好像一个喵仔 这样小的 我听我妈妈讲 我的姐姐就很大个 我出世的时候好像一个小猫 这样小 他们说我是一个养不大 带不大的小孩来的 所以在我很小 我妈妈就把我过去给那些 神明 就是过去给那个祈天大圣 那么在我很小的时候我记得读幼稚园的时候 每次 5点多6点的时候我吃饭时间就会听到电视机有那个 都都都都 都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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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 这是西游记 就是西游记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个蓄模了 我看到蓄模了有72边嘛那时候 所以在很小的时候 就有一些 看见 听见的东西 所以我妈妈告诉我 我是属猴子的 那么我的干爹是这个齐天大圣 那么我在电视机 有看过很多的这个西游记 所以在很小就对这些东西 就充满着很多的好奇 所以我就因为 我就看到那些灵界的东西 所以在很小 就对这些就很有兴趣 所以在很小的时候 我就开始就清净这些神庙 就学习这些东西 那么我记得在很小的时候 在神庙的时候 就看他们拿那个通书 我们懂那个通星 通圣就打开选日子的 那时候就看他们选日子的时候 什么大日子 就用那本通圣 所以到我长大的时候 我记得在我十多二十岁的时候 就开始有学习 看通书 帮人家选日子 因为我们在庙里面 就时常都要看这个通书的 那么那个时候 我又听讲说 在我是青山人来的 在居鸾 在咕噜旺 居鸾这个地方有听过吗 在居鸾这个地方有一个 有一个这个算命师 很出名的 我就听我的庙里面的那一些师兄弟讲 因为我们那时候 我们在庙里 我们学的是法术 学的是符咒 符咒 有跳筒 有符咒 那么我就没有学跳筒 我学的是符咒跟法门 符咒跟法门 是其中的一派 那么算命 算命跟看风水 他们叫做树树 就是树树 树树跟法门 是另外的东西 不过他们背后 都是一条线的东西 那么那时候 我的师兄就告诉我说 居然有一个算命师 看长相的 帮你算命 能够知道你很多过去的事情的 我就听了 就很好奇 又能够知道你的谁谁谁 我们就听到这种东西 我们追求 我们就一定要去听他在讲什么 有一次我就去找他的时候 他就跟我一看我的名字的时候 他就算到我的 我的符符叫什么名字 以前他在哪里做工的 原来他在那个印尼做工 他也知道 他这样子跟我讲 然后他就看住我 他说那个岳头要够带 那个符衬要凉菜 他讲 对哦 他讲我的额头有高低 我的父亲一定有两个气 他这个口句一讲出来 我爸爸两个老婆你都知道 我的爸爸在印尼做工 你也知道 让我在这种过程当中 就很多的好奇 很多的问号在里面 怎么他能够知道 又能够算到我们的名字还有很多 然后跟我去的人 他也能够算到他们 几时在哪里做了什么东西 穿什么样的衣服 他都能够讲出来了 所以这种东西 当时我就很好奇 我就更加的 因为那时候我一看见 有这些东西 学的东西 我就会追的 那时候我就时常都下居栏去找他 就是要问他这些 关于这些东西 很好奇 我就跟他做了朋友过后 因为我们玩的是法门 是符那些东西 那些是法术 那么这种他们所看的叫 术术 我就跟他在聊的时候 就发现到一个东西 我去到他家 我一定会看他到底是拜什么的 他是看他拜什么的东西 然后就认识他跟他做朋友 就发现到他 一个大女儿死了 然后他的老婆也死了 然后我去的时候 还有个小女儿跟住他的 再多一两年 连小女儿也死了 所以我就看到很多的咒诅 在他的身上 我就开始有一个问他 为什么他能够算到这样多东西 为什么他就算不到 他的家里的孩子 这么多这些劫难 那时候我有一个 里面就有一个这样的 一个心在想 那么我就不明白 为什么会这样 不明白 那么那个时候 就跟他认识的时候 就看到他 时常会跟我们讲一些 关于一些灵界 拜祖先的东西 每次要给他算东西的时候 他都会叫你跟他一起念 清明要拜祖先 要讲这些这样的东西 我就觉得很奇怪 后面我才会明白 原来很多人都讲 他是养小鬼的 不过他跟我讲 他不是养小鬼的 其实为什么他会算到这么的准 我等一下我会跟你们讲 所以你看 他就用这种叫做素素 素素是用这个 素素是用这个 我们说十天干 十二地支 什么叫做十天干 跟地支 天干地支就是说 十二个时辰 有听过 十二个时辰就是 急丑养猫 直丑银毛 这个东西就说 十二个时辰 然后地支 有十二时辰 十二个地支 就是甲乙丙丁 这个一到十 这个就是甲乙丙丁 就是十天干 十二地支 他配出来 就是我们的命 那么他这一个 相配的时候 他又有讲到 我们的五 我们人是 相信是活在 这个五行的 这个掌控当中的 金生水 水生 木生火 活生土 土生精 是香生 也有香克的 就金克木木 克土 土克火 火克 火克 大概是这样子的 一个克法 就是有香生 就有香克 所以我们的命 就从我们的年月 日时 开始就批成八个字 那么我们就是 从哪一日开始生的 那么我们的日元 亚云 就属于是属什么的 如果你的日元 是属水的 你的命中 又带水多的 那么你就要 用这个土 去泄水 就是意思是这样 如果遇到 多水的时候 你就会有灾难的 意思 这个就是他们的 这个命理素素 里面的一种推 一种讲法 那么他这一个 这个算命史 他为什么他能够 知道我们的 一切的过去 我就时常 就有一个问题 为什么他只 算得到我们过去 他算不到 我们的未来 未来讲的 一切都不准的 他只能够 讲到你一些 过去的事情 我算到你23岁的时候 有遇到一个桃花 那个女孩子 是叫什么 名字 姓什么的 他可以讲给你听的 原来 他们这一些 你看 我们说我们的真神 他会卷选 我们这一些 成为他的仆人 去服侍他 魔鬼也会 卷选一些 他的爪牙 去服侍他的 以前我就是魔鬼 所卷选的 以前我是黑暗的祭司 现在我 就是叫做 去 去暗投明 以前我是任贼做父 现在我去暗投明 跟回我们 真正创造我的神 所以在那个时候 他就是被 卷选的一个人 那么他就 跟这一个 黑暗的权势 跟我们讲 黑暗的权势 就是邪灵立了约的 和他们就是 立了这个约 所以他们的生命 这些都是要付代价的 他们的代价 就是要把这些命 都要摆上的 他的家人的这种命 所以他们是有代价的 我们不要以为 二者所给我们的 这些东西 我们哪里不用还 二者所给我们的 每一样东西 我们都要还 而且那些是 我们没有办法还的 所以在约翰福音 十章十节 告诉我们什么 盗贼来 无非就是要偷窃 杀害跟毁坏 他会给你一粒糖 但是他要骗你整间厂 他给你一粒糖 给你一条马票 给你一个四个字 你会中 可是中了过后 会有很多的事情的 就是因为中了一个马票过后 他的健康出问题 然后他又遇到什么事情 有些还发生车祸 有些还有牢狱之灾都有的 其实那个源头就是来自 他拿了那个马票的财 大家能够明白吗 这样子 所以那个时候 我就很追求这些东西 所以他就是跟那些魔鬼立了约 是鬼会跟他讲这个东西的 不是他去养 就是灵界会告诉他这个东西 他就会跟我们讲 但是他在五十多岁 差不多六十岁的时候 他就过世了 他过世的时候他还有打电话给我 还有打电话给我 所以他整个人 是已经 现在我才明白 他活在的都是那种惊恐惊吓当中 会有很多的灵界来找他的 很多的灵界去找他 所以他很惧怕的 每次他打来的时候 他就很惊慌 讲一些就好像讲傻话这样 不过他的傻话里面 又带一些有意思的东西 所以因为他跟灵界在做买卖 跟灵界在沟通的时候 他的生命就被灵界掌管的 所以他是很不自由的 他是被挟制的 是要被那些要付代价 用条件来换的 因为恶者要的就是他的灵魂 也要借用他的这种的这种 我们叫做诡计 算得准就是诡计来的 他就是要让人沉迷下去 你就越算就会越多东西 就从算命开始的 我也是从算命开始 那个时候就到我在整30岁的时候 我就来到巴胜这个地方 就开了一间神坛 那个时候就正式的 还没有来开神坛的时候 就开始就过教 过这些茅山就是一种法门 法门就是靠写符的 所以我不是那种跳筒的 但是我们是茅山 茅山写符的就是通灵的 跟灵界通灵过后 用那些符咒法术 茅山我们用的是符咒法术 来做事情的 那么在那个时候 所有的东西都要透过法术 法术是一种 一种法律的意思 术术是用他的formula算出来的 就是用天干地支算出来的 那个时候就要配上这个符 这个人的五行 他是要用火来生他的 我们就要跟他算他的用什么样的方式 用火来帮助他 所以那个时候 我除了会这个八字以外 开始我是学八字 除了这个八字以外 就越学就越多 开始学八字的时候 其实当你算得准的时候 你的生命就会越来的越捆绑 为什么我会这样子说 当你今天你去找这个法师 你算到 哇他讲到一些你很准的时候 你就会有什么事情你都会去找他 你就会陷入一个捆绑 当你陷入捆绑的时候 尤其你又有拿到一点财的时候 你就陷入了那个贪婪的心态 你就要想拿更加的多 所以你悟性中 你已经陷进去他的那个轨迹当中 一个圈套来的 它是一个圈套 让你踏进去的 所以那个时候 除了算八字以外 我们就算我们的五行是 好像我是很怕火的 我是水的命 我是以前是水的命 是要靠金来生水 所以就要找很多的金 金包括什么 颜色 白色也是属于金 玻璃也是属于金 你做的物流的生意 也是属于金 明白吗 就是这种东西 包括你的工作 刺都有五行的 包括你每一天的时间 都有五行的 所以当你越懂越多的时候 你就越捆绑 很捆绑 本来你不懂的时候 你没有这样捆绑 当你越来就越捆绑 本来我只懂一点 现在我越懂越多 我就越追越多 越追越多的时候 就连早上起来 要在什么时间起来 也要算钱 什么时间下床也要算钱 什么时间要与人面对面 讲话的时候 也要看过时间 所以每一次 我要帮人家看风水 说命的时候 我就约在四点过后 因为四点那个时候是属金 金就生水 所以我就特别忘我那个时间 所以每次我约人家 要讲一些大事情的时候 要算东西 我就会跟他 三点过后 下午三点过后 我们才见面 过了五点 我们就不要见面了 所以全部都有他的那一个 东西在里面 就是因为这种这样的东西 所以也透过穿衣服 也有五行的颜色 透过穿衣服 也有五行 那么你说 那个神明捆绑不捆绑 非常的捆绑 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 开始就是说 我们只要算一个好运 算了 跟你讲了过后 越来 他一定会有一点的准 那个准是因为 他背后是灵界 他背后就是黑暗的权势来的 他背后就是邪灵 他背后就是有一个灵 当你要去找 这个人为你算命的时候 你其实已经将 你生命的主权交了给他 在圣经里面 我们看见魔鬼 魔鬼 撒旦 试探耶稣的时候 他第三个试探 他把耶稣带到高处的时候 看这个世界的荣华富贵 他告诉耶稣 只要你跪派我的话 这一切天地 这种荣华富贵都是你的 我们知道 他也敢试探耶稣 所以你看 当我们去找他的时候 我们就向他开门 向他开门了过后 他算我们的东西 我们接受他的时候 那一个咒诅就临到我们的生命了 我告诉你 你的八字 在这个38岁的时候 你的这个夫妻的关系 会有出现桃花 如果这个桃花你能够过的话 我恭喜你 那个小山就不在 不然那个小山就进入你们的家庭过后 可能你就会跟你的这个丈夫 就有这个婚变的可能 然后到你这个33岁了过后 你又在这个什么月份的时候 可能你又会有一些雪光 又有一些灾 所以这些当你听了过后 你会怎么样 你就把一个惧怕放在你的里面了 对不对 当这个惧怕放在你里面的时候 无形中我们就被他挟制 所以我们知道今天我们信耶稣 我们说信耶稣是越幸越喜乐 越幸就越平安 越幸就越健康的 所以以前我们越拜 我们觉得我们自己 好像很厉害 越拜就越骄傲 越拜就越没有平安 越拜就越多的惧怕 因为越多惧怕我就越要去拜 明白吗 魔鬼他最厉害的招数就是 把一个不平安放在你里面 他告诉你说 今年你在这个雨多的时候 11月到12月份的时候 你要小心 一个不平安就放在你里面先 再来 这个只是叫做素素 你看 每年我们都有一个生肖 从我们出世以来 小小的时候 我妈妈跟我讲 我是属猴子的 所以这个猴子里面 每一年在年30万的时候 我们都会听到电视机 哇 这个陈峰又出来打广告讲 今天你是书记的 哇 你的今天你的桃花很旺盛 哇 你要小心有这个官非 要小心这个 今天的流年里面对你是不利的 如果在经营生意的 你就要小心 是不是有听到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其实它的目的是什么 它也是要放一个不平安给你 对不对 每一年 我记得过了这个15过后 到京阶的时候 又要去打小人 又要去设太岁 对不对 这边都有人去做这些东西 对不对 因为就有这个不平安 去年才拜了 讲这个偏太岁 今年又挣太岁 后年又偏太岁 这样多太岁 拜几年去的 年年都有的 是不是 年年都有的 为什么 他就要把一个不平安放在你里面 所以你看 我们信主 我们是越来越喜乐的 我们发现到基督一见面的时候 弟兄平安 姐妹平安 以前很没有平安的 没有信主的时候 因为越搞这些东西 我跟你讲是没有帮助的东西 他整套的东西 其实他的目的只是要把一个不平安放在你里面 挟制你 然后要控制你的 然后他来的目的就是要偷窃 杀害跟毁坏你的生命 你就越拜 你就会越沉迷 哇 九月了 我又要去拜那个什么王爷了 什么东西 所以我又要去拜了 因为你的那个东西 你是拜不完的 你一直要寻求 当你拜了回来的时候 可能那一个月 他给你一点点糖的时候 哇 你就越更加的去沉迷 还会帮他打广告 做他的那个猜疑 还会去找人跟人家讲 哇 那个哪里哪里 很厉害算 算得很厉害 所以因为这个捆绑过后 我又开始学风水 又学哪里 你看都很捆绑了 每天 再学到一个叫做九宫飞星 什么叫做九宫飞星 就是一宝 以赫 三宝 四六 五宝 六宝 七宝 八宝 九宝 就是有一个九 总之他的意思就是有九力星 有九个号码 在每一年 会飞在哪一个地方 他会飞在东南 九个方位里面 东南西北 东南东北西南西北里面 他会飞着九个星 这九个星如果飞在什么位置的话 就断定你今天你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这个叫做九宫飞星 很多人都有去算这个东西的 所以有些师父就跟你讲 九宫飞星了过后是一年的 但是每一年有四个节旗嘛 我们叫做节令啊 这个节令上的时候就春天又过 秋天的时候你的那个东西又转了哦 你又要叫我来我要帮你摆过了的哦 摆过的时候摆一次三百六了 摆多一次的时候没有加东西又另外算了哦 就是这样子的嘛 这个叫做九宫飞星哦 每年跟你摆的哦 三百位是佛而已 我要怎么来卸那个火哦 把那个火卸掉它哦 那么这个主人啊 他是祭火的哦 那一年那个星飞在那个位置啊 那一年的那个就很多问题 很多是非哦 很多是非我们如何跟他化解啊 又要放东西哦 那么当我看了这个东西过后哦 哇又开始又在搞这些东西哦 搞了过后哦 因为我以前我做的那个法门哦 我是属于是国际性的哦 我们那个派系啊 我的香港也有师兄弟的哦 澳大利亚也有师兄弟的哦 我香港的师兄弟 哇他又在upgrade我哦 再教我多一个叫做悬空风水哦 悬空哦 加一个悬空飞星哦 悬空飞星呢 它就是悬空风水 又更加把握的 这个悬空风水的 这个罗盘一拿出来的时候 那一个九宫飞星就388了 这个就3888的了哦 这3888是为什么 因为他这个九星里面哦 他会产生八十 八十一个卦哦 他有八十一个卦哦 这个卦象里面呢 会有八十一个卦 这个八十一个卦就讲在这个20年的运哦 所以在2023 2023哦 的before的20年里面哦 走的叫做八运哦 走的叫做八运哦 那么2023就是2024的时候哦 没有错是2023过了4月份的时候 就跳进了另外一个节旗 叫做走九运 你看有些人会跟你讲九运的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也叫做三原风水 它是用20年一个运 20年一个运的 所以现在跑到的是九运开始跑的 2024年开始跑九运 所以九运里面会从这个2024跑20年里面都是在跑九运的 那么在八运的时候哦 有望于八运的时候是讲的是什么方位 就是叫做坐北朝南 就是八运最美的方位哦 当九运上的时候哦 就要坐南朝北哦 要向回坐南朝北哦 所以讲到这一个东西哦 八十一个卦当中 我学了过后哦 我就开始为自己看哦 刚好我的家是在九运哦 八运还没有走完哦 哇 那个时候就哇 原来我的运为什么不好哦 原来就是因为九运还没有到啊 所以我跑的还是八运啊 那一间家不利于我啊 不利于我 因为还在走住这个八运嘛 所以八运的方向不对哦 那么那个门啊 当我们看这个玄空风水 它最重要就是那个出口那条门哦 那个门要放在什么样的方位 在哪里一个地方哦 刚好我的那个方位断出来哦 就是这个方位哦 会损我老婆的哦 会嗑我的老婆的哦 所以要嗑我老婆的当中哦 我要把这个门要改去中间哦 因为在我的这个方位 做南朝北的这个方位当中 有三个门 一个是左边 一个是中间 一个是右边哦 只有三个方位可以改罢了哦 看来看去最不好的 也是最好的 就是中间那个位 改一下又很大的工程了哦 那个东西 但改了过后哦 到2024年现在又不可以了哦 怎么办 是不是又要改 所以很多的这些东西哦 越搞就越多嘛 所以在他哦 这个八十一个卦当中啊 他就有讲到 我很久没有去讲这种东西哦 所以我刚刚我才复习 我才会讲回一点 他的那个 他有他的术语的哦 所以他的术语就讲啊 这个 以三 饮高嘎必寻局啊 他二 二配到五的时候哦 你就会损伤你的这个财啊 财就会从这边就会出 所以就讲你那个位置啊 或者你遇到二跟五的时候啊 你就会破财的 就是这样子来分的哦 然后二三哦 就是刀毆杀的哦 一定会有打架啊 口角的哦 所以这种东西 你就会越来越多的捆绑嘛 以前我还不会明白 什么叫做捆绑哦 因为我拜的很厉害啊 我拜的很厉害哦 所以我不懂什么叫做捆绑哦 直到哦 我要认识耶稣的时候哦 我要认识耶稣 我也没有想过我会信耶稣的啦 坦白讲 因为那时候我觉得耶稣只有 那一些思思文文的人才信的啦 耶稣没有怕物的啦 那么要讲到比较的 是从下一 你们到时带多一点人哦 事业多的时候 我会把我整个的生命见证 比较特律的讲出来 今天我是注重在讲风水跟拜的一些东西 所以在风水跟拜的过程当中啊 我最记得的就是哦 我当时我就学了这些九宫飞行啊 这个玄空风水 我就帮我自己的家人看 我就帮我的爸爸看哦 我的爸爸哦 他是我家中第一个信主的人啊 那么他还没有信主的时候 因为是我爸爸是有两头家的 他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有两头家啦 就有两头家了的 那是还没有信耶稣的 就有了一个小妈 那么哦 因为我的小妈那边的孩子有发生很大的事情啦 那么他信主啦 到时我再跟你讲特别一点哦 就我就帮他们那一家人 每次看这个算命啊 算他的八字 还有算他的这个九宫飞行 还有这些东西的时候哦 我发现到哦 算他们算来算去都算不准的哦 算来算去都算不准的 过后我不懂什么事情 当我信主了以后 原来他们信耶稣的人 我算不到他们了 他比这些东西还高 我们拍张把荣耀归给神 真的 我算来算去 我就算不到他们整家人的东西了 算了我问他什么都不准的 什么都不准的 原来他们是信耶稣的 真的耶稣是远超过这一切的东西 所以我告诉你哦 法门 法门又有分的哦 那些庙里面跳铜的 那些是我们叫做靠神力啊 我们所谓的神是以前我 我以前我拜的那种神哦 那就是靠他们那种 跳他们才有的 没有跳的时候他没有的 我们另外一种我们叫法门哦 法门是比较硬派的硬水的哦 他们那些跳到搞不定的东西啊 就会找到我们这些法门的人了 法门用法力的哦 靠通灵用符咒 我们符咒又再配下去这种树树啊 树树又泡过 配在这种风水学里面的东西去跑的 所以他背后啊 其实这种树树跟风水 还有这一些解韵 所有他后面的那一个老板都是一个 叫做Mr.Sah Mr.Sah就是他们的老板 傻蛋啊 他们都是一路了哦 他们的老板就是Mr.Sah 就是一路的 你看啊他这个风水他后面那个也是傻蛋 我们拜拜的那个符咒的全部后面都是一条路的 都是叫做Mr.Sah 所以哦 当我那个时候哦 我就自己种到这个武术邪术的时候哦 我基本上要死了的 我连身后事都要交代我的老婆了的 那个时候哦 因为当那些武术攻击你的时候 你很惧怕的啊 那种惧怕不是我口这样子跟你讲你能够明白的啊 那种东西是能够让你去想要死啊 为什么很多的人哦 我有听过我做Purperty Agent 我卖一间屋子的时候 他就跟我讲那一间屋子的故事哦 这个老板他做生意很有钱的 然后有一次他去到云顶堵博那一段时间回来的时候哦 他就不懂这么很惧怕哦 他怕到躲在那个 那个 那个 那个桌子下面哦 家里人带他这边拜那边拜都拜不到 到最后在家里上吊 这一种就是被这种巫术邪术被邪灵攻击到死掉的 大家能够明白吗 所以灵界他那种攻击性哦 是你很 你言以形容不到的了 他那种惧怕是能够让你真的是会跪下去的 所以当那个时候我被攻击的时候哦 神就给我看见很多的东西 包括风水有邪灵 我都能够看得到 因为那当年呢 我就算到我的前面飞着一个恶武哦 就是最不好的 有一个二黑跟一个五王星在我的前面哦 所以当我一想到这个东西的时候 他会拉我去想这个东西的哦 一想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的人就整个的很辛苦了 所以我就证实了 风水背后是有灵界的 风水背后是有灵界的 然后也在那个过程当中 还有香烟啊 所有有引头的东西啊 圣经所讲的都是真的就对了啦 太长把荣耀归给神 香烟也是有灵的 你看啊 以前我们通灵的时候哦 通灵啊 还是那个人跳铜啊 他跳灵的时候哦 香烟是不是不离的 一直抽烟 一直喝酒的嘛 对不对 我们通灵的时候 写福的时候 那个香烟也是一直抽的 那个烟可以一直搏一支 一直搏一支的 所以那个烟背后是有灵界的 弟兄姐妹 两寸半罢了的那只东西 捆绑你一世人啊 我真的是因为哦 信了耶稣过他们讲 祷告可以见 我祷告这样子见 把荣耀归给神 真的 阿们 所以哦 这一切的东西 包括他算命数数的东西 如果要讲 你想知道你可以私底下来找我 我可以慢慢分析给你听 或者你有什么问题 你也可以问我 他都是从一个开始 就是很简单的 二者的工作 是从我们小时候开始 二者最狡猾的 他就是谎言的父 他就是要骗你的 魔鬼他不会变成一只僵尸出来 所以牙齿长长跳跳跳来吓你的 魔鬼是借用思想来攻击你的 魔鬼活在哪里里面 哎呀我信耶稣的 我是基督徒 魔鬼怎样会 可以跟我讲话 你不要忘记哦 魔鬼也可以跟耶稣讲话 怎么不会跟你讲话 所以哦 魔鬼有两个管道 可以攻击我们 第一个管道啊 就是我们的生命中的破口 我们有犯罪 我们有怨恨 我们有不饶恕 我们有苦毒 哦 我们有这些罪在我们里面的时候 他能够借用这些东西来攻击我们 如果我们也把这些东西处理了以后 还有另外一个路就是 当我们为神做的东西是 会猥亵到他的国度的 猥亵到他黑暗的国度的 他会振动的 他也会来攻击我们的 证明我们做对了 所以他怕他要来搅扰我们 阿们 所以你看哦 我们的美联牧师他真的是很爱你们哦 他爱你们哦 最重要神也很爱你们哦 特别呼召我们整个团队来帮助你们 你懂你们很大牌吗 你们真的很大牌你们知道吗 真的神爱你们哦 牧师也很爱你们 我看到美联牧师真的很爱你们哦 他真的为了你们哦 然后你们也很有这个心 你们我相信你们的祷告很够 真的你们的祷告真的非常棒 你们要加油在祷告方面哦 如果你们没有这样子祷告 圣灵不会这样的同在 这样强烈的 这一个同在这样的感应的 是圣灵的工作啊 不是我们人能够做的 所以你看哦 就是这个一致释放 让我们的生命中的这个 污秽的肮脏垃圾把它清理出去 我们跟神的关系才会越来越好的 当我们渴慕我们要被神释放 我们相信先弟兄姐妹 我们要相信先 你看哥林多 我们说相信哦 我们是因为先相信后才看到的 我们是先相信先 我们如果抱着半信半疑的心态啊 我们得到的也是半信半疑的 如果我们全然的相信哦 我告诉你我们的神是真的是活的 我们的神是真的是活的 他是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 我可以舍掉一切跟随他 这个神是真的 真的这个神真的是一个很荣耀 真的是很蒙福才能够信到耶稣 才能够被他卷选我们这些烂人来服侍他 他选的是我们这种烂人 我们不是很厉害的人来的 他选的就是我们这种烂人他都要用哦 你看 所以神非常的爱你们啊 所以你们就真的哦 还没有做一致释放的 或者做了一致释放的哦 我们真的是要抱着一个感恩的心 开始培养你们的生命 生命要培养 这个东西是一个很蒙福的道路来的 阿们 所以一切拜的风水那一些 他不会让你得更平安 他会让你更加的瑕疵 我们要更平安 我们要更蒙福 我们就来找我们的神 神就是这一切天地宇宙万物 这些五行啊 天干地支是他脚下的东西罢了啊 天干地支风水法门在他脚下的东西 我们去高举那些脚下的东西 不知道我们的神远超过这一切 执政的掌权的 有能的组织的 和一切有名的 不但是今生的 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 又将万有福在主耶稣基督的脚下 阿们 所以我们哦 我用最后个圣经节来结束哦 我们就看历代之下 十六章九节哦 耶和华的眼目 骗查全地啊 要显大能哦 要帮助那些心存诚实的人 阿们 好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阿们 好 谢谢我们弟兄 哇 神真的很爱我们 谁还没有做医治示范 神秘还没有清理的 快点来跟我报名 好 其实我们已经做到七七八八了 大概有三十个人 做了哈 三十多个啊 接下来我们还有 4月6号的一场 我也是真的是很感谢主哦 你们都很愿意 当你们听了 过牧师夫妇的教导之后 你们都去报名 让我们的生命自由 更加自由 刚才听到吗 哇 很多捆绑 我听了都哇 三条线 我很高兴 原来我是这么的自由的哈 不受这些的捆绑 刚才他讲到那个血观之灾 我真的是 我也是被这句话威胁过 你知道吗 他说如果你家里不安神的话 你会有血观之灾 然后我讲啊 怎么办 快点找牧师 刚好那时候 有个牧师对灵界有认识的 我就跟牧师说 他跟我讲这一句话我怎么办 他说如果我不拜他的 我家不安那个神的话 牧师说 祷告切断 破除这个咒诅 我告诉你到今天 没有流到一滴血 村家都平平安安 所以感谢神啊 弟兄姐妹我们所敬拜的神 是又真又活的神 你看 所有刚才威力弟兄讲了 所有都在神的脚下 对呀 所以我们害怕什么呢 对不对 好 我们这时候 我们来做一个宣告好吗 我们这个都不讲了 这个不重要了的了 我们独一真神 是眷顾祝福我们的主宰来的 好 我们会来用一段经文 所以我们的名字是在神的生命车上 我们必不惧怕 因为耶稣他是我们以马内力的神 以马内力的神就是神是与我们同在的神 他永远不离开我们 他要赐给我们平安 赐给我们喜乐 我们就算是走过死因的幼谷 他也必与我们同在 阿们 好 弟兄姐妹 如果在我们当中 如果你真的还不认识耶稣的 我今天就奉耶稣的名 邀请你来做一个 接受耶稣的祷告 好吧 我们一起站立起来 我们从 威力弟兄的生命的分享 我们知道 我们如今所相信的神 是那个万万之王 万主之主 他是一生看顾保守我们的 好 我们来做一个这样子的祷告来 一二三 亲爱的主耶稣 谢谢你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 流出宝血洗尽我的罪 并且第三天复活 主耶稣 我承认我是个罪人 求主赦免我 我愿意接受耶稣做我个人的救主 和生命的主宰 我相信在耶稣里 我的生命不再一样 我已经重生 我的命改了 我的运也将转入 有耶稣同在的满足里 从今以后 有耶稣引导我走永生的路 谢谢耶稣如此祷告 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得圣的名 Amen 来我们一起来宣告这一句话 哈利路亚 他乘三就是 宣告三次 然后打擦那个是把你的名字放下去 好吗我们用这一段的经文 诗篇一百二十一篇来做我们的宣告 来一二三 有神与我同在 我必不惧怕 有神与我同在 我必不惧怕 有神与我同在 我必不惧怕 我要向山举目 我的帮助从何而来 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他必不叫我的脚摇动 保护我的必不打盾 保护我张美莲的也不打盾 也不睡觉 保护我的是耶和华 耶和华在我右边隐蔽我 白日太阳必不伤我 月间月亮也不害我 耶和华要保护我 免受一切的灾害 他要保护我的性命 我处我入 耶和华要保护我 从今时直到永远 阿们 哈利路亚 来感谢赞美我们的神 我们来唱这一首的诗歌 主啊是的 因为有耶稣有我们同在 大伤小伤我们还怕什么呢 阿们 哈利路亚 我们来唱 虽然大路拒绝困难陷阻 但我心中知道你一直都在 不能明白为何 但始终大 但我始终相信 你一直牵着我 大伤对我拖开 大海流露出来 我要大胜宣告耶稣 你一直都在 你手上的定盼 展现实家答案 我要大胜宣告耶稣 你一直都在 再来一次 虽然大路拒绝困难陷阻 虽然大路拒绝困难陷阻 但我心中知道 你一直都在 不能明白为何 不能明白为何 但始终大 但我始终相信 你一直都在 你一直都在 你手上的定盼 展现实家答案 我要大胜宣告耶稣 我要大胜宣告耶稣 你一直都在 你手上的定盼 你手上的定盼 展现实家答案 我要大胜宣告耶稣 你都在 你一直都在 妳的话 让我明白 你爱我永不更改 你保守我的心怀 紧握 你双手ми放下 妳的话 让我明白 你爱我永不更改 你保守我的心怀 紧握你双手不放开 大山为我躲开 大海游流出来 我又到处寻到耶稣 你一直都在 你手上的定格 展现世家的爱 我要大声宣告耶稣 你一直都在 哈利路亚 是的主啊 我们要大声宣告耶稣 你一直都在 主啊 不论我们的环境如何 你一直都在 你一直都在陪伴着我 你一直都在帮助着我 你一直都在带领我们能够突破一些所有的困难 主啊 是的 我们宣告 主啊 你是我们的主 主啊 我们是你的宝贝 你是你所爱的 谢谢你今天早上 你再次透过你的话语 主啊 你告诉我们 在你的里面我们有平安 在你的里面我们有喜乐 在你的里面我们有自由 主啊 我们谢谢你把这样子的恩典给我们 谢谢你拣选我们 谢谢你爱我们耶稣 主啊 我们相信 我们这一生有你就够了 主啊 我们说我们要一生跟随你 主啊 我们就是那一个的灰尘而已 我们就是那一个不配的 但是你没有舍弃我们 你爱我们 你拣选我们 你呼召我们回到你的怀抱当中 主啊 我们献上感谢和赞美 主啊 今天早上你来到 祝福这里每一个你的孩子 主啊 我们都听见你 透过你的夫人 到生命所经历的 我们看到你亲自的来示范了他 进入在神你的自由的里面 主啊 如今他能够成为你的亲民 他要来传扬你的名 他要见证你的荣耀 主啊 谢谢你 主啊 你来祝福我们这里每一个弟兄 让我们今天早上听到你的话语的时候 主啊 我们就活在你的自由的里面了 主啊 过去所有的我们得罪你的 我们奉耶稣都断开了 都离开我们了 这些过去我们所相信的不能够再来挟制我们 主啊 如今我们所相信的唯有耶稣基督 谢谢你耶稣 我们赞美你耶稣 主啊 让每一个你的孩子 每一天有你的平安 有你的同在 是的 主啊 这是我们今天买不回来的 你永远给我们的都是最好的 谢谢你耶稣 主 我们爱你 我们相信你 你从来没有要求我们要付多少钱 主啊 但是你就是这样子单单来爱我们 主 我们献上感谢和赞美 主啊 所有的我们都献上 我们只能够说 主啊 我们爱你 我们永远跟随你 我们永远跟随你 我们永远相信你 我们永远相信你 哈利路亚 赞美你耶稣 主啊 祝福这里每一个弟兄 带着神你的喜乐和平安回家 主啊 我们不止我们的家庭有平安 主 我们在事业上 我们在工作上 我们在学业上 都有你的平安 感谢你赞美你耶稣 我们如此祷告感谢 奉耶稣基督得圣的名 阿们 哈利路亚 赞美耶稣 赞美耶稣 感谢主好 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的崇拜就到这里 我们用主导文来 结束今天的崇拜 好 我们一起来 123 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借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全并荣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阿们 哈利路亚 愿上帝祝福大家 带着神的平安和喜乐 哈利路亚 赞美耶稣 哈利路亚 赞美耶稣 刘志福公里 森林之宥 优优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